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第一小題 第一小題它說 已知連一個正三角形 邊長是4 它要你求它的面積 跟高 我們現在先求高 我就給它做垂線 那因為它正三角形 所以它左右對長 所以這裡是2 這裡是2 那這裡是2的話 這是4 所以高應該多少 高的話就y平方 加上那個2的平方 你一個的平方 等於4的平方 所以就曉得 y平方等於多少 等於4的平方 減掉2的平方 16 減4是12 那我今天開根號 開根號要取正值 為什麼 因為y是高 高一定大於 這是2跟號3 y等於2跟號3 那面積呢 面積就是那個底 底是4 乘以高 高是2跟號3 底乘高除以2 這個就是4跟號3 高是2跟號3 面積是4跟號3 這我們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它說 一個正三角形 面積是2跟號3 要求邊長 這個我們可以把它改一下 這個如果 這個 邊長是A的話 這個就是2分之1 那2分之1 那2分之1 那2分之1的話 高的話 就多少 高 H2的話 這等於多少 跟號多少 斜邊 A的平方 減掉 這個 2分之1 A的平方 2分之1 A的呢 平方 那這樣的話 1-4分之1 就是4分之3 就是 4分之3 A平方 那這樣我高 我就可以算出來 是多少 2跟號3 這可以當公式 把它記下來 那面積等於多少 面積是底 底是A嘛 A 那乘以高 高是2分之3 A 那除以2 底乘高除以2 乘以2 1 所以是4分之3 A平方 這也可以把它當公式記下來 這正三角形 它的高是2分之3 A 面積是4分之3 A平方 第二小題 它是說 如果 面積是多少 面積是2跟號3的話 那麼 它用邊長是等於多少 那這樣的話 跟號3就A掉了 A平方的外 這等於多少 2 4 8 也就是說 兩邊開根號 A等於多少 2跟號2 所以邊長呢 所以邊長呢 是等於2跟號2 2 1 2 2